悲政居士也鼓励大众 一定要对佛法有信心 悲政居士刚开始接触大悲咒时 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念诵大悲咒 然而开放心胸 跟随宽如法师前心念诵大悲咒 从而改变自己的价值观 也对佛法更有信心 尤其在功德山里面专修大悲咒 我本来以为我不会念大悲咒 那么长 每个人听到都是大悲咒那么长 背得起来 我之前也很怀疑 可是在那边经营日广 你发现觉得大悲咒很快就 只要你有心 大悲咒就生殖你心 然后佛法就生殖在你的心里面 那我在这边的改变就是 我已经不再感觉痛苦了 我相信我的痛苦可能每个人都有 这是人生的过程 但是我认为名誉是我最重要的一个资产 可是我认为名誉在现在已经 一文不值了 因为虽然它很重要 但是对我来说如果它带给我痛苦 那是不重要的 没有必要 那时也是因为大悲咒带给我的 一个 一种伐喜吧 持送大悲咒不仅能使我们自身的业障 迅速消除 它同时也能帮助他人的恶业迅速消除 因此悲政居士鼓励大众 只要对佛法有信心 佛法就生殖我们的心 透过虔诚持送大悲咒与佛法 就能让我们离苦得乐 史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丰桃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